随着宾州议会即将届满 宾州首长曹关友今早8点左右乘坐官车进入州元首府 很快的就获得州元首敦阿莫福姿的预准 让宾州议会在明天正式解散迎接州选 曹关友在州元首府待了半小时后离开 随即向在场媒体表示 他刚刚觐见宾州元首与寻求明天解散宾州立法议会 敦阿莫福姿随即签署解散公告 并将在明天也就是28号生效 他表示这也说明州政府的任务已经完成 接下来将交由选举委会定夺州选的日期 曹关友将在今天下午两点半 连同其他州议员召开记者会 宣布敬见州元首之后的结果 估论队徐永远 估论功员 向中央之后 本人也不是在家山座 马崎 冰